一家五克 锅都糊乱 你还五克 不 这个零食加勺的时候我自己做一下 做菜啊 没有固定的公式 你没听到过施量跟手洗吗 像你这样子炒一做菜 要炒到什么时候 客人怎么办 哪里的客人啊 我老是江西的 恭喜你 我来 你看你们江西人是不是喜欢吃菜籽油 是吧 所以说我们今天做菜一定要菜籽油 给它冒烟 火关小一点 油倒掉 然后再打一锅冷油下去 我们中国啊 地大物博 隔地的饮食习惯与口味都不同 给它滑散 给它抖一下锅 你看 肉煮出来了吧 其中锅之后 黑香调味 江西老表啊 口味比较偏鲜辣 我们这道菜呢 可以口味重一点 比较下锅 我为什么问你客人是哪里的 就是要让你出乎定义的菜 调整菜品的形态 煮得来锅 加盐 要点点味 盐来有加的底味 干净了不吃糖 鸡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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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口难调啊 但是我们要尽量做到让顾客满意 OK 懂了吧 好像懂了点 中餐啊 依赖经验与手感 一百个人做一道菜 可能会有一百种味道 要协会总结心得和技巧 把其中的言理搞明白 然后急缓三 记住 食物定位 喷污定化 十口子针啊 还在看 上菜呢 不用等会 好 不会 好了 好